每日一字的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举字 选举的举 举字的国语注音是 基于举三声举 举三声举 举 举 与手部的记载 举对举也 所以举字是从手 原来是这样写的举字 但是以教育部 所颁定的标准字体 则是这个举 举是以两手用力 使之向上的动作 有 梁慧王篇 无力足以举百军 而不足以举一语 意思是说 我的体力能够举得起 三千斤重的东西 却拿不起一片羽毛 举也是指 人的行为和动作 如举动 举重 举枪等 又是非必要 叫多此一举 处类旁通 叫做举一反三 心无主见 叫做举其不定 都是从行为动作 这个意义引申而来的 举也是指 对人才的推荐 拔着而言 如 推举 宝举 选举 一般人都以为 选举是学外国的东西 其实呢 我国很早就有选举了 如周里 地宽篇记载 湘大夫 选其贤能者 代以饮酒之礼 然后 陷于其君 汉代 举孝联 与贤良方正 唐书选举志 也记载 唐朝 取士的科 有生徒 相供 智举三种 虽然跟西方的代义制度 选举不一样 但是 选贤与能的精神 则是一样的 举这个字 还可以当作生孩子讲 如 举一男 就是生了一个男孩子 举 也是全体 统瓜的意思 如 举家出游 举国 腾欢等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 举字 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 古写的举 另外一种 则是教育部所定班 标准字体的举字 不过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 举字 是要查旧部 今天每日一字 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